小桃OpenMind 邀你OpenMind 大家好 我們是立心基金會陶雲分事務所的浩浩 嗨,我是吉祺 各位,疫情過得怎麼樣呢? 你的心情今天過得好嗎? 在五月份學校停課之後 小朋友全部都回到家 在家自己自主學習 那當然有降低接觸的風險 但是也慢慢成為家長的惡夢了 小朋友的活力搗蛋 逐漸演變成家中的各種災難 那父母當然也想要當好的父母 但是偶爾還是會變成歌吉啦 會變成大吼大叫這樣子 加上工作壓力 我想大人應該快崩掉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 大吼大家對小朋友是不好的 然後你情緒崩潰失控 小孩子也會嚇到 可是在我們顧及小朋友的情緒之餘 我們大人的情緒又該從何處發現呢? 如果你是我們口中的崩潰父母 讓我們一起OpenMind吧! 好的,那請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你平常在家都在做什麼呢? 我自己本身沒有小孩 然後我有養兩隻貓咪 在家裡工作我其實覺得還蠻幸福的 因為有貓咪可以陪在旁邊 然後工作就有一種療癒感 可是我也聽到有一些朋友講說 他們居家工作 然後同時還要帶小孩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疲憊的 像我有一次因為工作的關係 其實就打電話給一個 也一樣是居家工作的同事 那他家裡有兩個小孩 我那時候在電話裡面 就聽到很大聲的尖叫聲 他就講說 對啊,就是他平常在家工作 還要帶兩個孩子其實還蠻辛苦的 而且很難專心工作 他就形容說這兩個孩子 有點像是壞掉的收音機的感覺 他們在很吵鬧的情況下 讓他很難可以專心的工作 朋友在分享說就是他也是居家工作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用線上的軟體 跟他主管開會 他兩個孩子就也是在旁邊就開始搶電視 然後開始吵叫 所以他就把自己關到陽台 然後他就開始看到妹妹就是哭著跑到陽台 可是因為他想說就是在討論工作 所以他就很迅速的就是從陽台 就把他們落地窗整個關起來 那妹妹就是邊哭的跑過來 像上司一樣的開始拍打那個落地窗 然後喊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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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是主管聽到孩子的哭鬧聲 那跟他講說沒關係 你可以先去處理孩子的情況 那我們會議或者工作要討論晚一點再討論這樣子 很多坊間都會說怎麼樣教育小孩 怎麼樣去了解小孩在想什麼 怎麼樣去跟小孩和平的相處 可是其實大人也有自己的情緒 他也必須要自己去化解去瞭解 怎麼樣讓自己靜下來 你大人都聽不下來 你怎麼去談跟小孩子建立關係 你覺得應該從哪一個部分開始去了解自己大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居家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在家裡工作我們有任務在身上 那同時其實也有工作的壓力在身上 我們其實在家裡的狀態不會像是休假一樣那樣子的輕鬆 那如果說這時候孩子一樣就是還要在家裡學習的話 那我們面對孩子的需求 或者是面對孩子的各種的吵鬧啊 然後要求爸爸媽媽陪這件事情 其實很容易會有憤怒或者產生壓力 我剛好最近有看了一本書叫做療癒 從感受情緒開始 那我覺得它裡面有帶出一個很棒的觀念 是我們平常都會把情緒分成兩種 一種是好的情緒一種是不好的情緒 像比如說興奮啊快樂啊幸福啊就是好的情緒 然後好像你害怕啊生氣啊失望挫折就是不好的情緒 可是其實情緒就是情緒 絕對沒有好跟不好 因為它就是在我們身上的所有的每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接受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情緒 尤其是這一些我們把它定位成是負向的情緒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有機會進一步的去處理 還有去面對說我接下來下一步要怎麼做 你說的沒錯 其實我們從小就一直常常會有大人告訴我們說 你不能心情不好喔 你不能太害怕啊 你不要想太多啦 當我們遇到這種所謂負向情緒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不要不要去制止 但是各位觀眾有沒有發現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告訴自己OK我不要心情不好 你覺得有比較好嗎 完全沒有 而且你會變得更奇怪 因為你就是話又講不出來 然後又莫名其妙又不講話 別人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還不如真的發了一個脾氣呢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像這些負向的情緒啊 在我們所服務的這一些個案裡面 可能不管是像處理家事事件 或者是性侵害的 家暴的或者是青少女懷孕的 就是我們所服務的這一些女性或者是兒少 也很常會有創傷或者這一些負面的情緒出現 那我們的社工其實也很常需要幫忙處理和協助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每一個人一定都會有情緒 只是我們要怎麼去接受他怎麼去處理他 我個人我很喜歡看繪本 因為我覺得繪本他其實充滿了童趣 而且可以跟我們的內在小孩有很多的對話 所以我接下來可能我會用一些繪本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一些負向的情緒啊 怎麼去接受還有怎麼處理 你想要推薦的繪本是哪幾本呢 最近有看了一本叫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他因為一些原因就是他的嘴巴還有鼻子都會噴出大火 那他覺得非常的困擾 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外在的方式想要滅火 那我很喜歡這本繪本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他一開始是從要用外在的方式去處理他的憤怒 可是其實後來是從內在去用宣洩的方式來處理他的那個憤怒 或者他噴出來的大火 因為像我們談到憤怒的情緒 其實好像他是一個會讓人覺得很不舒服的 可是你其實在進一步的往後面看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我們通常憤怒 他其實是我們的比較脆弱的狀態的方位 我們居家工作因為要處理工作 然後要處理小孩的需求 要處理孩子的吵鬧 要處理各種情況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場面綜合起來好像會是混亂的 或者讓人不知道怎麼辦的 所以其實大人好像就很容易會用生氣來控制場面 可是在生氣的背後 我們再進一步來看 他有可能是我們面對的這樣的情況是手足無措的 我們是其實是很需要被安慰的 因為我也覺得很累啊 我也需要休息一陣子啊 可是為什麼我要處理那麼多那麼多的狀況 如果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回到自己的情緒裡面去看說 我現在為什麼生氣了 我們才會有機會可以進一步的跟孩子合作和溝通 當你生氣的時候 他不會只是一個生氣這件事情在呈現 其實他背後還有一些包含說 像是難過啊困擾啊 或是一些需要被關懷的部分 我也有看到另外兩本會本 一本是生氣湯 然後另外一本是非非生氣了 像生氣湯他裡面就是用熬一鍋很沸騰的湯 然後對著那個湯大叫 他其實也是宣洩情緒的一種方式 非非生氣了裡面的這個孩子 他因為遇到好多好多就是讓他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他就決定暫時離開家 然後去一個很廣闊的地方 他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然後等他的情緒平穩之後呢 就再回到家裡 那他也知道他的家人還是很愛他的 就是我們其實好像都需要適度的去 讓自己可以去慢慢的去處理自己的那一個憤怒 或者是不舒服或者難過的狀態 沒錯啊 那有沒有一些繪本是跟父母有關的情緒的部分 有 我也蠻喜歡一本繪本叫做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真的就是這個企鵝媽媽生氣了 然後他就對那個小企鵝就開始生氣的大吼 小企鵝因為媽媽的大吼他就嚇到了 他真的嚇到魂飛魄散的那一種 就是嚇到他的肢體都分開了 就是散落在外太空啊沙漠啊大海啊 就剛開始看的時候會想說 哇賽太不可思議了吧好可怕 可是看到後面就會發現說 這本繪本要帶出來的是 他其實有點在告訴大人說 當你對孩子大吼的時候 孩子是會害怕的 孩子是會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可是這本繪本他後來是企鵝媽媽就是在 把小企鵝的身體撿回來封號 然後跟小企鵝說對不起 當我們對孩子生氣之後 好好的讓孩子知道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對你那麼大聲的說話 那其實爸爸媽媽可能也就是需要跟你道歉 我會這樣子對你大吼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是需要進一步讓孩子知道的 不然其實我們的這一些生氣的情緒 去傳遞到孩子身上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而言某程度也會有創傷 那我最近就是在聽Podcast的時候 就是有聽到鄧惠文他是心理醫師 那他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家長不是都有很多的焦慮嗎 面對疫情其實有很多的不安 有很多的焦慮 那可能會一直看手機一直看資訊 可是在孩子的世界裡面 他們不會知道說疫情是什麼 不會知道大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孩子真的是非常敏銳非常敏感的 他們只會去看到說大人為什麼跟以前不一樣了 所以有時候孩子會想要透過測試的方式去試試看說 爸爸媽媽是不是跟以前一樣愛我 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會是用比較調皮 倒不蛋然後製造混亂的方式 來測試自己跟爸爸媽媽之間的愛還有連結 是不是還在不在 其實我們剛剛有談到很多都是譬如說 父母他必須待在家裡跟小朋友相處 那同時在家工作的狀態 但事實上其實有很多家庭 是不是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他們是需要更多幫助的呢 對因為像我們有庇護家園 從庇護家園離開的這些父女 他們也是單親媽媽然後自己帶著孩子 所以其實在疫情期間像他們本身就經濟弱勢了 那雖然說就是現在工作可能都有減班 可是他們還是會需要出去工作賺錢養家養小孩 那對於孩子需要在家學習的一個情況 他也沒有辦法兼顧嘛 所以我們就會安排志工然後過去陪孩子 一方面可以了解孩子學習的狀態 那另一方面就也可以讓這個媽媽可以出去安心的工作這樣子 像我們這邊提供的服務除了剛剛提起講的這些之外 他還有一些親子互動跟辦理關係的洽談 這個是屬於我們的什麼單位呢 就是我們的向日葵小屋關係復原基地的服務 如果你有相關的問題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都可以打我們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周圍的朋友也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可以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同時可以訂閱我們的官方產生專頁喔 小頭OpenMine我們之後會有很多的主題 想要邀請大家討論或分享的 包括有性別平等的親子教養的 親密關係還有性教育的內容 那還有包括我們在直接服務的過程裡面的看見還有心得 都會再分享給大家喔 我們的影片會不定時的發布 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部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粉絲專頁按讚喔 小頭OpenMine邀你OpenMine 我們下次見再見 好的因為我們這個影片的成本的考量 我沒辦法上字幕齁 我們自己在這邊上齁 像是葵小屋如果你有需要 你整個擋住位置 喔是喔 是喔 一定是你騙字到儀位嗎 超好笑的 對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布料可以一樣 你現在整個是放開的 對啊 我覺得你可以譬如說 對 欸你在錄是不是 對 不行這太開了 鏡頭